主打评价快速推成初心 中国快时商品牌施印却充斥着抄袭 品质差甚至强迫劳动等争议 如今施印计划最快5月寻求在英国上市 英国金融分析师表示 围绕市印供应店的担忧 以及快时商的道德和可持续性 仍将在英国引起审查 使得这一笔上市成为潜在的金杯毒酒 也就是看似诱缘实则暗藏风险 早在2023年 市印就试图向美国证教会提交秘密上市申请 但是一波三者 市印能否在英国顺利IPO受到关注 今年3月英国零售业负责人 发起抵制市印的运动 指控这一家中国快时商品牌 不公平地利用税收制度 支付的关税费用比英国竞争对手低得多 新唐人亚太电视 标记轮赵婷玉整理报道